第七百六十七集 生平从不欠人 楚洋淡淡笑道 设想虽然美 不过想要找到这样一个人 而且又是对我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的 实在比登天还难 不难 在你的身边就有一个 楚洋的眉毛慢慢的紧皱起来 声音也变得寒冷 你是说乐儿 不错 乐儿这么小 已经经受过了天下间 最为残酷的折磨 却能挺过来 这份新兴 已经比天下间所有人 都要坚韧不拔了 只要他要刀病除 正是修炼天下独刚的最佳人选 而且将来的成就 绝对要高于五却城 楚洋的脸色变成了一块冰 剑灵急忙道 更何况修炼这独工 对楚洋的身体并没有半点害处 相反乃是增加了他无数的自保能力 而且楚洋心性沉稳 行事有度 不会随意出手 他看出来 楚洋根本不想让自己的妹妹 修炼这种挟毒的功夫 急忙加以解说 楚洋沉着脸 此事在意 剑灵叹了口气 楚洋说了 虽然是在意 但口气硬棒棒大 傻子也听得出来 想要楚洋让楚乐儿修炼毒工 那是门也没有 便在这时 地下的魏无言轻轻地深移一声 睁开了眼睛 随即就猛然闭上 那是因为刚刚醒来 骤然感到的巨大痛苦 让这位第一血仇高手也有些承受不住 但是他竟然没有哼出一声 除了在昏迷中 声音过一声 他竟然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魏无言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不由得眼中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虽然现在还不能动 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断碎的脊椎恢复正常 自己就能够立刻站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己不是死了吗 魏无言想起那一晚自己与怪物的战斗 物资心有余悸 他勉力转转头 就看到了楚阳和楚乐 不由得大吃一惊 是你们 是你们救了我 楚阳叹了口气 魏兄啊魏兄啊 你是咋搞的 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 唉 一言难尽哪 那你现在先运功 自己恢复一下 让药力运行开 等精神好点再说 魏无言眨着眼 就闭上了眼睛 魏无言心情复杂至极 他知道 以自己的伤势 早已经是必死无疑 那么重的伤 甚至自己都感觉到自己神魂破碎 就算药谷所有的身衣齐聚 也未必能够挽救自己的性命 但这样的重伤 这个萍水相逢的少年 却能够救 楚阳既然能够将自己救回来 那么就一定可以让自己恢复 所以魏无言现在反而不担心什么 他只是心中感觉复杂 自己生平从未欠过人什么人情 哪怕是滴水之恩 也当涌泉相报 这样才造就了自己的独特性格 平时心中也是自傲之极 普天之下 谁能不欠人 唯有我魏无言 我虽然名为无言 但天下大多数人在我面前 也要无言 之前吃了人家一只兔子 喝了人家的美酒 尚且耿耿于怀 如今人家将自己 从直接死亡中拖回来 还能够恢复自己修为 这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 再加上再造之恩啊 生平不欠人的自己 面对如此大恩如何报答 魏无言竟然觉得心中彷徨起来 所以他醒来之后 并没说什么谢谢之类的话 如此大恩 岂是言语可以说得出的 两久之后 魏无言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醒了过来 试着活动一下手臂 已经能够抬起来 转动脖颈 也已经没有妨碍 两条腿也有了知觉 只是疼得厉害 唯有腰间还是木木的 偶尔尖锐地疼上一次 或者涌起一阵麻麻痒痒的感觉 怎么样了 楚阳的声音传过来 只剩下腰了 魏无言感受到自己身体 感觉着真气已经开始在单天凝聚 丝丝缕屡屡的 那种绝后缝生的喜悦 几乎让他流下泪来 腰骨碎了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别动 突然就一脚勾在他腰部 这些八块我也毫无知觉 我喊什么喊 正要说话 却觉得楚阳已经一脚平平的压在他断掉的腰骨上 饶氏魏无言自诩为铁汉一枚 也忍不住惨叫出声 你这是治病吗 你这心也太黑了 楚阳冷哼一声 心太黑了 没听说过黑心胜手吗 那就是小弟我了 心不黑 怎么能博得这样的美名呢 魏无言吃了一惊 心中的疑斗也终于解开一个 怪不得 原来小兄弟你就是那位专门治疗陈年绝症的黑心胜手啊 难怪有这样的本事 楚阳用一只脚脱了鞋子 光着脚丫子在魏无言的腰上踩着 来回的搓动 魏无言一边呻吟一边说话 又感觉到丝丝清凉 从断裂的腰裹处传进去 说不出的舒服 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一边疼得要死要活 一边舒服得想要身影 你是死人呢 楚阳气急败坏的 我在这里往里给你渗药水呢 你还不赶紧运工冲腰部的经脉啊 我这可是升级泉水 你非得给我浪费了 哦哦 魏无言赶紧开始运工配合 怪不得我好得这么快 原来这位小兄弟 有传说中的圣水 升级泉水啊 哎 这份人情可真是大了 魏无言一边运工 一边心中叹息 原来人家给自己用了这等神药 这可是号称一滴水一条命的升级泉啊 用了多少升级泉水 鬼使神差的魏无言问出了这句话 我一共也就是半斤吧 已经给你服下去了三两半 现在又有半杯进入了你的身体 一会儿还要把剩下的一点都用上 楚阳有些不乐意 你说说多少 反正等你好了 我是一点都没有了 魏无言长叹口气 我生平从不欠人 楚阳脚上一用力 让这位第一血仇猛然间杀猪一般的好脚一声 然后才淡淡的说道 那你觉得你欠了我的没有 魏无言被楚阳刚才那一下弄得眼泪鼻涕一挤出来 哼哼着居然有些鼻音的倒 欠了 楚阳脚上又一用力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生平从不欠人的魏兄 魏无言身体精神心灵意气痛哭 那你说说我咋报答你 还没说完 腰上又被来了一下 魏无言张得嘴嚎叫直喘气 两眼翻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楚阳斜笑着 常听人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魏无言呛咳起来 我没那能力 那就做牛做马吧 魏无言叹了口气 哎 这倒是不假 也只能如此了 难道你还真想为我做牛做马呀 魏无言深深叹气 妈的 除了这个 我也没别的可以报答你 楚阳奇怪 你可以用你这些年赚的紫荆底账啊 总有几十万块吧 魏无言脸色灰白起来 我现在一块紫荆都没有 楚阳吓了一跳 那你这么多年干血仇 完成这么多任务 紫荆都哪去了 魏无言常常叹息 神色痛苦至极 镜像有难言之隐 楚阳目光一闪 也就没有多问 楚阳用脚再碾了两下 运用九冲天神功 直接将升级泉水 逼入了魏无言的腰骨中 从他身上挪下脚来 你再试试 魏无言依然运功 惊喜的发现灵气竟然已经通过腰部经脉 当然痛苦也就更加加倍 但魏无言却哪里顾得上这些痛苦 只要有了感觉 那就是有了希望啊 试着动了动 还是站不起来 楚阳点点头 你要是现在能站起来 那才真叫见了鬼了 今天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一遍一遍的运功 穿行腰部经脉 恢复那里的活力 尽快的消化升级泉水药力 到明天早晨 我再为你配药 应该就能站起来了 现在配药不行 药力太密集了 你现在承受不住 魏无言点点头 好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前 楚阳与楚乐儿从帐篷里出来 发现魏无言还在直挺挺的躺着 身上一片阴晕白雾 凝结不散 楚阳看了看这白雾 点了点头 魏无言在白天接受了纯阳之气 晚上吸收了纯阴之气 现在已经趋向愈合 这对于他的伤势大为有利 太阳出来 阳光照射到魏无言的那一刻 魏无言也同时收工 楚阳端着一碗黑漆漆的药水走过去 把这个喝了 魏无言看都不看 接过碗来 一口喝了下去 这碗药汤里面 有楚阳融化在里面的不完全版 九重单一枚 魏无言喝下去半个时辰之后 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腰骨 似乎在一片片整合 他强行忍着 那骨子似乎有一群蚂蚁 在撕咬灵魂一般的酸麻痛苦的感觉 咬着嘴唇 一言不发 一声不吭 一个时辰之后 魏无言默然一皱眉 一张嘴 呼的一声 从口中吐出一股血色气体 从口中直直地吐出去 直喷到十掌之外 然后他的身子就动了一下 楚阳走到他的面前 伸出手给他 魏无言坚决地摇摇头 一只手撑在地上 慢慢地坐了起来 他大大的喘了几口气 两只手扶住自己后腰 右腿回缩 踩地 一用力 终于站了起来 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挺立着 两久 眼圈却红了 他运功 眼中冒出一团朦胧雾气 然后转过身来 两眼定定地看着楚阳 看了好一会儿 终于笑了起来 元气游走全身经脉 他知道自己已经恢复 现在或者还有些虚弱 但是就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最多不超过十天 他就又是那位笑傲江湖的第一血仇 小兄弟 你很了不起 就因为我救了你 所以你觉得我了不起 不是 魏无言和和一笑 我幼年的时候 家父做生意出身 家底也算殷实富足 只是有一次不幸被坑了 欠了一屁股债 要债的每天都堆满了家门 那种欠别人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发誓 这一生绝不欠人 而你是第二个能够让我欠的人 第一个是我的师父 师父救我于危难 受我以神功 所以我尊敬他 欠他一生一世 而你 救我性命 恩同再造 我也欠你一生一世 第76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